哈喽,大家好,今天又要和大家說錢,為什麼呢? 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開完了 接著出來的消息令人感覺到很混亂 因為這個一定影響到大家的錢包 裡面有兩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就是很多高官連中央級的人物沒有出席 沒有出席是為什麼呢?要是染病或者隔離 沒有人說的,不知道的 但是很奇怪,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重中之重 尤其是他要對外的 所以在這些問題上,竟然有很多高官不出席 所以這裡引起大家的關注 這些來說,知道誰出席誰不出席 大家看看中央電視台的影片,有時候你看到 有些人說他拍不到而已 但是這個是普通知識來的 是一個很普通的知識 中央電視台哪個領導人出鏡頭 出多久,哪個先哪個後 全部有規格的 那就是說如果他在位 又有一定的那個級別的 而沒有拍他出來的 他要不就有問題了 要不就中央電視台什麼話了 所以從他裡面看到,很多人沒有出席 沒有出席呢 最容易猜的原因就是 當然是染疫了 北京現在爆了大陸的疫情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這麼重要的會議,你都不出席 是不是有問題啊 或者對於經濟工作的支持度有多少啊 那這裡呢,外國就不斷忍心 啊,二十大過了 新的官員 二十大之前一定要聽中央說話的 聽習近平指示 不是習近平怎麼會給你上去 但是過了這個關 於是大家就說 喂,做這些事情呢 是他那一半就做,不是什麼鑊 那上面叫做 習近平說要做 那這裡呢,就看到那個的凝聚力 究竟有多少了 所以這兩點呢 是很值得觀察的 好了,那既然 說到第二點 那大家就會發覺 喂,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呢 都有四天 大家找回以前的紀錄 三天至四天左右 這次呢,兩天 那大家就說兩天 因為很精簡嘛 講效率嘛 不過大家再看下去呢 又有些很奇怪啊 兩天實際上是一天半的 就是分了三場 而每一場呢 其實讀的就不是開會的 好了,第一場 習近平有出席 因為他作為最高領導人 他一定有很多 要說明年要怎樣 口徑怎樣 集中去做哪些 以至宣傳口徑怎樣 最新消息就是 無論明年的經濟怎樣 不要說差了 怎樣 惡劣 一定要唱好明年的經濟 這個已經是宣傳口通知了 那大家就反過來 國內大家老百姓都有一種 反毒法的 那就是說你這樣說 那然後就是說 大家心中有數啦 經濟環境是怎樣 沒有數據的嘛 但是這些數據 有時候你懂得找 都會找到出來的嘛 那所以第一場呢 就是習近平出席 不過,李克強不見喔 你只看中間接觸 如果李克強有出席 不拍他呢 那就有問題了 但是最低限度看不到李克強出現 是不是病了啊 是不是病了啊 咦 第二個 即是第二節 第二節 你一個主持會議喔 那結果那裡呢 習近平就不見人喔 你說習近平說完 有其他事情做 過去都經常開完會 或者正在開會的時候 你顯示某種什麼 你坐定在那裡啦 中間接觸就拍完才走啦 第二段 就是第二場的會議裡面呢 就是李克強主持 就沒有拍到有習近平的 好了 第三場是誰呢 就是李強 不是李克強啊 李強就是現在政治局常委 第二號人物 估計明年就會李強代李克強 就做總理啦 第三場就是他來負責 但是大家你想一下 李強現在承接 就是說拿著那些數據啦 下一局就是你的啦 那看到這個出席呢 是沒有人知道究竟他們是否忙啊 還是怎樣 總之呢 就令人感覺到呢 是 唉 如果你是從李克強的角度 可能是已經 啊 拜拜啦 做了沒有那些手尾功夫 啊 那就是下課而去了 啊 那以後都是習近平和李強 和其他的人 顧責啦 所以他這些呢 就是 是睡晚修路 搞定他就算啦 所以 習近平第一次 第一場主持會的時候 你一個都不見 那變成呢 是由大家自己的解讀 好了 那剛才說到 那個安排這麼有趣 大家都要看一個內容的啊 好了 內容 其中有一些有公開 有些沒有公開 或者不是不公開 就是小港 那上次呢 我也和大家分析過 他現在說明年的經濟 要最大的推動力 有兩個 一個就是消費 那我也說了 上次都說過 就是說 中國現在十億人 兩千元 每月 人民幣之下 你一定要有很多種方法的 好了 現在呢 慢慢透露出來的消息 就是 習近平說 他很重視民營企業的 所以一直都是推動這樣 那大家又會記得 民營企業 你看重視哪些 大還是小的 如果大那些來講 你當然重視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他們去支持國家建設 就是說 要偶錢出來的 你看一下馬雲馬化騰 馬化騰最近 據說 這個就是 國內自己本身 都有信息的了 那他就說 他能夠做多少呢 他一定做 不過呢 他所做的事情 可能也都慢慢有限 所以大家再看回中小型企業 大概兩年前 兩至三年前 中小型企業的借錢 真的 你說 他還多高息 有時候都借不到 是吧 所以這裏才是問題 好了 現在突然間就說 很重視中小型企業的 或者重視民營企業的 究竟是重視哪些呢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明年的經濟大動呢 你消費 那就未必 未必 真是刺激得到 現在中國人自己本身要 存錢 那在疫情發生之前 平均 這個 就是 大陸銀行界的統計 40% 賺100元是存40 因為你已被不辭之稅 結果疫情一出現之後 你存了下來 有很多都用多少不知道 總之有些是乾堂的了 好了 現在疫情這樣 你又要自求多福 又要自己買東西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儲蓄率 就應該四成以上了 那你明年消費你怎樣 派錢給人嗎 等等 那當然我不是說中國解決不了 而是說中間那個難度 不要那麼容易 是靠宣傳 拍手掌 歌功頌得 就搞得了 好了 另外 一個房地產 房地產現在佔了中國的GDP 三分之一 那現在呢 就滾下去了 那但是你滾下去 所以呢 今年的房地產呢 2022 啊 無論是投資下去的 或者買賣 都跌了百分之十幾 這個是保守的數字來的 所以呢 一定要開關了 開關了 那我明天再跟大家講講的疫情那個 開關之後呢 你就要能夠馬上搶回整個單出來 好了 有一點呢 真的要注意的 好了 剛剛中國公佈自己的外匯儲備 三萬一千億美金 嘩 好厲害啊 還能保持到三萬一千億 但是記住啊 這三萬一千億裡面呢 七成是美元儲備來的 所以 習近平最近去到中東 慢慢地說 嘩 我可以增加多點買石油 不過用人民費計算 啊 那但是 沒有消息 最低限度 別人還沒OK 啊 以後怎麼辦 不知道 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原來那三萬一千億美金 的外匯儲備裡面呢 現在有一半啊 一半啊 因為它有六千億流了出來呢 是拿來推動這個 一帶一路啊 或者去買外交 就是和一些窮國啊 非洲國家啊 或者第三世界 去支援他們 買別人的支持嘛 哎呀 剛剛 這個世界銀行 等等啊 它有一個數字出來 哇 這個呢 中國就真的要 省定了 是不是呢 原來現在那個國家的債務 就是以一個國家做標準的 主權國來的 那個債務越來越重要啊 那個世界銀行 剛剛還有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等等 他發覺有六成的發展中國家 還不到債啊 那另外25%的所謂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呢 有些是中型經濟啦等等啦 那些25%的新興市場 現在是出現去到這個債務危機 這個邊緣或者已經是處於債務危機了 這個是國際的數字來的 好了 中國 中國 2015年開始 不斷 去一帶一路啊 買東西啊 投資啊 等等 所以2015-2016裡面的外匯儲備呢 是由四萬多億 跌了到三萬億 所以你說現在維持那個數字呢 你說維持到2016年的數字 但是已經維持不到2015了 現在說明很多債務 最典型的加納 是中國的朋友啊 加納現在已經是 開始提出我還不到債的了 國際債務 Sorry啊 那有多少是中國的呢 不知道 那另外呢 加納之前 就是斯里蘭卡啦 整個國家 是成為債務國 還不到嘛 那怎麼辦呢 那中國就 你還不到我拿你的港口 加納不知道拿什麼呢 那這個說得太細緻了 那總之呢 現在這個這樣的狀況呢 就告訴大家 那個外匯 那現在呢 就不斷要出去做生意 你見不斷的派團出去 做到多少呢 那現在在大陸的外資 日資 現在大概跌回 大概剛剛有一個數字 就是一千多間的 那一千多間 大家沒有那個概念 究竟多還是少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的日本日資公司 都大概有一千間 哈哈 雖然呢 他統計上面呢 一千三 一千二百多間 但是呢 其中有很多是那些所謂的 其包公司啊 等等 那這個呢 我們還要 大家還要關注 好了 中國現在開關了 開關之後 那個 是不是可以這麼快 追到別人的經濟呢 不知道 好了 講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的 另外一個 就是很多人沒有出席 而且是二十大升了上去的人 好了 先舉些例子 比如說中央級的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沒有 不見人呢 另外一個何衛東 這個新升上去的 是不是 你說 哇 經濟會議他們不出席 沒有關係啦 咦 不過軍委裡面的魏鳳和 還有另外兩個軍委委員 劉鎮立 薑華 他們又在那裡 反而兩個副主席 不見了 那為什麼呢 不知道 總之是看回那個畫面 你看到的 好了 另外中央級的官員 有一些已經是所謂卸任 但是他仍然出席 黃臣 楊曉道 握幾位的 許其亮 也是前軍委副主席 然後趙克志 公安大頭 也都 間接管香港的 還有 周強 周強是現在的最高人文化院院長 接著張軍 是最高的檢察院院長 全部不見人 那究竟是怎樣呢 只能夠說 不知道 又不要馬上說是病了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說 這一類這樣的人士 可能跟經濟沒有關係 所以不出席 但是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 我們又看看有些有出席的 有出席的 這個 劉鶴 孫春蘭 他們都已經要下台了 雖然他還揹著副總理的那個 那見了 大家就可以看了 究竟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還是因為各種的問題 總之呢 現在 中央領導很厲害的 中央領導的可疑就是一個人想很多人的事情 所以 聽指示就可以了 這樣 這個是二十大之後出現了的一個很難解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麼重要 都有這麼多人缺席 那跟著呢 地方大員應該來的啦 或者部位等等 那現在發覺很多又不見了 是吧 大家比較熟一點的 經濟官員易江 即是說央行行長 另外郭樹清 這個是朱鎔基聯代的四大金融公子 現在呢 還是很重要的 他是銀保監的主席等等 那就是張浩發展研究中心 那這些都不見了 所以大家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能夠解釋的 只能夠這樣去觀察一下 大家都說 大家很努力的 我知道你們個個頭那麼大 但是 老百姓問的就是 實際未來的經濟主要是怎樣 如果不是呢 老百姓只會是掩著那個荷包 不消費的 是吧 所以 就長遠 大家繼續觀察 我們都想大家荷包總將 是吧 那到時是怎樣呢 就要覺顯神通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跟著找個時候 明天跟大家說說疫情吧 好了 明天拜拜